雲端白板上面當然有例來的所有的相關的補充資料 當然還有其他的補充資料資源 像上個禮拜講到的有關那個就是如何抓取一些動態 我也是把它放在進階裡面 那還有其他的當然雲端白板裡面 我基本有放上去的 基本上的架構一定都會有一個 比如說範例檔像我們上個禮拜這個下載的部分 比如說我有取一個IE物件下載台英外匯 這個比較簡單 另外有一個也是用IE物件下載網頁資料 但是這個部分是比較動態的 也就是你必須要下拉一下清單 它才會更新資料 你再把它抓回來 那基本上一定會有個範例檔 一定會有個程式碼 所以你把這個程式碼打開 基本上就是這些東西 那有些地方我會做一些說明 比如說你要動態的抓 那怎麼去抓 這邊都有相關的說明 那有一些範例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多時間 去做比較詳細的說明的話 去抓局我想曠日廢時 像我舉的這個例子有沒有 它所在的城市 總共我們至少21個縣市吧 我後來不知道變幾個了 然後每一個都有觀測站 全部加起來上百個 你每一個都要這樣子 那當然你要換 最後是這個底下的東西 我會希望把它變成一列 那當然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快速的去做的話 當然最後還是需要用程式來做 那怎麼做 答案在這邊 所以其實很簡單 你就把範例檔下載下來 那如果說你想要run一下 你就是把這個底下的程式碼 底下從sup一直到Endsup 這個一段 那清除的話又是另外 等於你就把它執行起來 那裡面可能比較重要的 我這邊當然有些 可能你一下子沒辦法看懂 不過沒關係 上面我都有加註解 第一個做什麼有沒有 第二個做什麼 第三個做什麼有沒有 每一個其實都很清楚啦 那最重要你就是有沒有 租航再去追一下程式 那如果實在有問題 當然你也可以提出來 OK 那為什麼會需要像我同學上禮拜 講說這個這個是什麼意思 其實道理很簡單嘛 就是說網頁 它這個是用IE物件 所以必須要等到整個網頁 就ready之後 你才能夠去抓裡面的資料 它如果還沒載入 你根本抓不到 所以這裡面 do loop這裡面 實際上就是 等待那個網頁 整個都載進來了 而且它不是busy busy只是說盲線 可能也許都連不上 那一直busy 它就一直不會去抓就對了 因為沒有東西 你根本抓不到 所以會有整個 是這個狀況 這個是已經ready了 OK 那這個是它不是busy的狀態 它才會怎麼樣 繼續往下做 另外這邊還有一個wait 就等待 等待我們下一個動作 就是 那等待5秒鐘 這個就是等待5秒鐘 實際上我都有相當說明 所以有一些可能我們上課沒辦法講到的 那請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其實還蠻多的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來看就是說 第七個問題 問題七這個地方 那這個其實也蠻多的 主要是把工作表物件沒講到的部分再把它做說明 那工作表這個物件 我們基本上應該各位之前應該有印象了 去詞這個物件我們用的最 像前面幾個練習嘛 不外乎就是去詞增加工作表 有沒有 點add add到after 有沒有 那個什麼呢 哪一個工作表的後面嘛 然後呢 還有什麼刪除工作表 另外呢 工作表重新命名 那除了這些之外的話 還有所謂的工作表裡面常用到 比如說 假設啦 我們希望能夠做個排序 那所謂的排序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你有一堆的工作表 那你希望能夠按照你希望的順序去排列 那怎麼做 或者是說你按照什麼呢 這個 比如說按照那個 它的英文字母排列 或者是按照數字排列等等 類似像這些 那我該怎麼去做這些事情 ok 那另外的話還有 除了工作表這個排列之外 像工作表的顏色 像上面的那個 就是一個一個頁簽 有沒有辦法去更改顏色 或者是工作表的複製 三櫥有講過了 那怎麼去做複製 再來就是說 後面我們會講到有關活頁簿 那這個所謂活頁簿一般 或者稱它叫工作簿也可以啦 就是workbook 主要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如我大量的工作表 我希望能夠呢 一次性的就全部幫我拔 全部都工作表變工作簿 就是輸出一個個檔案 那這個地方我們有個範例 請各位先下載這個檔案 問題7這個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檔案裡面的話 基本上我們有一個很多個工作表 記得假意丙丁 就是按照天干地支的順序 所以請各位先開啟這個範例 那答案的話呢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程式碼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把它啟用編輯好了 比如說底下 這邊有一個假班 以班 丙班 等等的 有這麼多的班級 那這麼多的班級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我會有個排序 那個順序部分的話呢 我希望假班 就幫我班到第一個 以班的話呢 就幫我班到第二個 OK 然後我看一下 這邊還有個順序 其實順序就在這裡啊 假班 以班 丙班 就這樣的順序 OK 那如果說呢 你不用VBA來做的話 那當然怎麼辦呢 你只能用什麼 用拖拉的 比如這樣 拉過來放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 你不希望用這種 塗法煉鋼的方法 你希望用 就是我希望用什麼方式 可以自動幫我去做排序 那排序的話特別注意 在VBA裡面 如果我要控制工作表的話 那需要去控制它的序詞物件 序詞物件裡面的話 前面我們用過蠻多的 比如說你要指第幾個 你可以用順序 一二三四 哪一個對不對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名稱 那名稱的話 因為剛好上面的名稱呢 就是我們要的哪一個班級 OK 那這個班級的話呢 我希望讓它先排序 那排完序之後後面呢 其實也許可以除了說可以按照我的清單排序之外 我也可以按照什麼 按照筆劃大筆劃 多到筆劃少 排序 筆劃多筆劃少怎麼辦對不對 再來的話呢 也許未來 因為這麼多班級 它裡面呢 有每一個班級裡面的學號姓名跟成績 那基本上 未來你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假如你是什麼 教學組長好了 你希望呢 當然你如果把這些資料丟給每個班級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個資法的問題 就是說我應該給那個班級 是他個別班級的資料 不應該給全部嘛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他可能遇到一個問題說 那我應該把假班獨立出來 以班獨立出來 OK 就是說你不是裡面全部都給人家嘛 OK 那所以呢 待會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說 那我有沒有辦法排完序之後 然後再把假班的資料 獨立另存成一個活業部 或者叫工作部 OK 就把它全部分出去 所以這裡下 假設有十幾個班級 那就必須要做十幾次 那當然如果你在土法煉鋼 你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如果說要VPA該怎麼做 這個時候你可能會需要知道 如何把工作表存成工作部 其實就轉換成工作部好了 OK 那當然你可能每個班級都輸出之後 會遇到另外一件事情的問題說 那每個班級的資料可能 裡面的老師他們都填完資料了 OK 這個班級的成績也回來了 回來之後呢 你當然要交給教務主任的時候 你可能會遇到一個時候 你不可能分開個別的 教務主任會覺得說你真莫名其妙 你為什麼不把它合在一起 像公司部門也是一樣 這麼多部門你應該要把它合在一起 給那個總經理或董事長看的時候 你當然要把它合在 可是你要分 你要怎麼分 合怎麼合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需要了解的 另外你要怎麼給他比較簡單 這時候同學就會問說老師我可以分出去之後自動寄Email給他 OK 所以有沒有方式工作表分開來之後自動再幫我Email給他 如果有他的Email信箱 那我有沒有辦法自動Email給他 其實是可以的 而且完全沒問題 但是前提是你需要用 因為Excel 這個是Office 是微軟的 所以如果你要記信的話 如果你要連結Outlook 也連結Gmail可能會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連結Outlook 因為它是同一家公司的產品 就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 如果後面我會講怎麼樣去連結Outlook OK 其實連結Outlook非常的簡單 你可以把Outlook當成是一個物件一樣 就像上禮拜講IE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物件 所以基本上同理可證 在Excel裡面 Excel VBA裡面 它基本上可以把所有的你看得到的應用程式 都變成物件一樣來做什麼存取 OK 那物件呢 特別是物件的觀念 只要你把物件引用進來之後 至少你要知道 比如說它有幾個重點 一個是屬性跟方法 物件裡面不外乎就是它的屬性 不外乎就是方法 另外還有一個頂多就多一個事件 事件就是當什麼狀況發生的時候 它要去幫你執行哪一個程序 所以物件的使用 不外乎就是屬性跟方法 屬性跟方法其實在VBA裡面用的很多 有沒有印象 就是什麼什麼電 它會有個清單 一隻手拿一個資料那個就屬性 如果是綠色的有個橡皮 有好像橡皮擦那個 那就是方法 應該有印象吧 OK 那頂多就是一個事件 事件就是當什麼動作 比如說像我們前面用最多 就那個錶單的事件嘛 錶單 agibase的時候嘛 那實際上同樣的喔 每個物件喔 也有可能會有事件 但不是每個物件都會有事件 可能有 那你就是當哪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我們做什麼事情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請各位第一個先把那個問題7 範例檔打開來 那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去做排序動作 來畫面先畫面多一下